马克龙 马克龙 北京春游塞帮腾 指挥中俄画大饼 爱一顿子五眼清 小马有点懵 天生浪漫 撞南墙 脑袋撞出大窟窿 死活要当何事佬 可惜撞上习庆丰 杠精第一名 说杠精 到普京 大脸打得脆生生 与虎牟皮幼稚病 蠢到风担白鹿攻 双赢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品春茶听段子 我是李正 今儿我的搭档刘卓 临时有事 我给茶友们说点单口 开板转吆喝 误打误撞进来的各位亲 您现在看到的是海外都京对口时政 现场频道老北京茶馆 咱们这集节目老遭笑的 比方说昨天那集 不信您看评论区 立马可以感受到足筋足两欢乐气氛 所以干净世界新茶友 别忘了订阅关注 为哥来点赞 油管新茶友 请打开小铃铛 及时接收最新节目的信息 好嘞 茶幌一挂 段子先行 话说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跟美国政坛三号人物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成功会晤之后 中文社交媒体彻底happy了 党国外交部火挫大了 为什么呀 小英过境美国之前呢 党那狠话又放过了 外交部都妒忌了 还是军头们有心眼 蔡外会当天军方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行动 偷偷给自个儿垫了个台阶 把警告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 悄悄降级为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我们就是好奇害死猫 想多瞄你们几眼 满足一下党中央八个小矮人七个小矮人那八卦心 您说这拉胯不 认怂的烈度直接从李氏8.3级降到6级以下 估计都没有余震 小粉红都破防了 一通质问 怎么不坚决回击了 弄个破海间船跟那鬼打墙原地转圈 难不成要制造漩涡 畏罪自沉 党还得随时面临这帮小粉红的反噬 4月6号话题如何反制麦卡锡会在蔡英文 问号中方回应 这话题推上了热搜榜 外交部记者会 东京电视台记者问 针对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 你外交部今天表示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请问具体措施是什么呀 牟宁咽了好几口唾沫 又眨了半天眼 喃喃自语道 美台相互勾连 开展美台官方往来 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那什么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记者彻底云菜了 提醒道 我是问您什么措施 您怎么还将采取 您准备将的什么时候去 毛宁妙答 我们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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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财 您喜欢看京剧吗 季粹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位 下不来台 毛宁新说话 全是按党方针政策搬石头 才把脚砸成这样的 前发言人 被发配到海边司的赵立坚 都冷笑了 形势实在太严峻 外交部事 三人脚面上砸下来的不止一块石头 光麦卡锡一人就扔了六块 蔡麦会议结束 麦卡锡一连发了六连推 麦卡锡还率领两党的会务团一通见记者 现在最重要最要紧的是 对台军售确保及时交付 我现在还没具体计划哪天去台湾 没准啊 我告诉你们 我哪天去 我跟谁见面 我见谁我去哪 中共管不着 众议院对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说得更发人深省 如果我们最重要的民主伙伴 台湾领导人 不能在美国的领土上 跟美国领导人会面 那我们呢 就是在喂养中共的鳄鱼 早晚得把我们吃了 这几位白头鹰狠话一扔出来 中共中领馆气得给捣乱的雇佣军发的辛苦费都缩水了 有缩一半的 有最少的缩了五分之四 一装修活的那群里头就说 400美金缩成200了 另一个洛杉矶环圈直接炸锅 说临时招募的人 从每人400美元变成80美元 妻子洛杉矶朝阳大妈痛斥 层层扒皮 啊 连爱党我都没动力了 我给他们曝光去 外交脚场各种大仙眼 在喧闹之中落下帷幕 更多的是网上追着要党那魂击结果的 网友啊 存着国防部大标题呢 若麦卡锡蔡英文见面 每将承受难以想象的痛 网友下着荷花 喃喃问道 难以想象的痛是什么痛啊 像脑养人那么疼 网友看着卖菜会的合影照片啊 若若回答 疼得都笑起来了 挫护啊 还有网友默默推送小作文 刚刚去了趟小卖部买香烟 老板说了 只有软中滑 没有硬中滑 旁边里面有人家住 说硬话 办软事 乃误国之贼 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左宗棠 左老师说的 党的四个自信 光剩下毒点了 斗争形势啊 推波绝云鬼 波绝云鬼了一百多倍 哎 怎么还一百多倍啊 当然了 党要招架 中华民国新旧两位总统 小鹰小马 二人转走起 跟您讲 这两天呢 中南海七个小矮人脑洞全开了 本着怀疑一切的原则 脑洞里突然出现四个字 红脸白脸 一尊那小厮提供了一思路 哎 一尊 您说台湾人 是不是打的组合拳呢 这边派马英九跟咱们套近乎 安抚咱们情绪 那边蔡英文直接冲美国进货去 一通划了精密武器 玩命跟美国结盟 七个小矮人一听这话 全点头了 那必须的 一尊点头全得点头 一尊第三任期啊 整个班底全习家军 看其意识别提多强了 一尊点头 他点的是小马马英九那一事 一尊认为 事态非常严重 已经暴露了马英九 这个临时卧底的身份 什么事啊 党暗中安排的 接受再教育之旅 其中有一站 领着马英九参观武汉红楼 辛亥革命纪念馆 党啊 动了歪心眼了 专门在一特别重要的位置 安排了一张大桌子 笔墨指研设置其位 打定主意 忽悠小马哥马英九啊 留下墨宝提字 其实呢 党要他的自觉 要是上来就说 辛亥革命观感 请小马哥提字啊 没准马英九就从了 也是弄小乘桌 有关领导为了取悦习大的 安排讲解员一通喊口号 世界潮流浩浩伤伤 顺我者昌你我者亡 实现伟大中国梦 马老师谁都得顺应 您也跑不了 赶紧签字 按手印吧您呐 好家伙啊 马英九直接愣那了 这大坑给我挖的 直接往下推呀 代言中国梦 拜拜呗您呐 一扑了脑袋 大不流星 冲出包围圈 您往这看 二十八老公会在 其中生鲜血人员 世界潮流浩浩浩大 甚至最常 力气流亡 无精力 为这些读买 实现度上 伟大 新的中国梦 做出自己 勇奥和贡献 你能自己 这 没发现 看完这段视频 两岸三地网友 全对上眼光了 还顺我者倡匿我者亡 您怎么不直说 不听党话 直接枪毙呀 小粉红都烦恼了 统战工作是这么做的吗 啊能行吗 忒简单粗暴 马英九是看着 现在革命烈士来的 习主席他又不是烈士 您玩意念头 他的语录干嘛呀 惊住了吧 这回鱼不咬钩 看你们怎么跟党中央交代 大陆网友谈官相庆 挺好 给马总统上了一课 这回知道党葫芦里 卖的什么耗子药了吧 国台办都纠结了 本来打算挺好 掐马英九树叶 盖那菜卖会 好 小马哥本身就得拿树叶盖上 也行 小丝又替一尊想出搜主意来了 要不咱们把那马英九带着东部战区炸鱼现场去 让他好好看看那些黄花鱼的下场 一尊一流里斩扔过去 这小丝一扑了脑袋才闭嘴 一尊心说话 赶紧换树叶吧 那什么 马克龙来没有 快点 他这树叶大 掐下来 把蔡英文马英九全给我盖上 党国外交娱乐大瓜板 马习惠走起 重磅来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 毛虽自荐 坚持当党那拉偏架和平天使的劝善天使 结果跟老习会面当天就拧巴了 中法俄三方大规战 马克龙梯铁板玩线 什么情况 我给您捋一捋 话说就在美国东部时间4月5号大清早 也就是菜卖会举行前的上午 相距12钟头时差的党国帝都北京 迎来了这位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克龙开启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除了北京到7号还要到广州中山大学要发表演讲 说到中山大学演讲 这有个段子 中共准备拿小马 当缓解跟欧洲紧张关系的突破口 所以一尊下了力气 要亲自陪小马到南大门广州溜达溜达 让他好好看看改开前沿广州的美好画面 同时给小马创造一个对着开放地区大学生演讲的机会 结果中山大学由于用力过猛过于激动 直接闹出一小愚情来 中山大学学生披露了 校方为迎接马克龙 把马克龙演讲的体育馆呢 蹲式马桶换成豪华坐式马桶了 好像还不让学生用 让学生开始怀疑人生 学生在聊天软件里就问 怎么的 老外是人我们不是人呢 我们不配用新厕所呀 探子把这段对话给马克龙翻译过来 马克龙笑插气了 半天再缓过来 关键的翻译翻出那个留言 特有哲理性 比如这个 境外势力又开始推动大清前进的步伐了 还有这个 马英九要记组党妈印的修路 马克龙要演讲党紧急换马桶 人民公仆这待遇 照境外势力整个差了一个党 马克龙还问 把我跟马英九放一块 这马英九是谁呀 翻译赶紧解释 是这样总统先生 中国最近有三个姓马的在境内流窜 地产小马马云 听说是被他们星科总理李强 给糊弄回来的 对岸小马马英九 北京正在寻寻善诱再教育 准备给他灌醉了以后按手印 还有就是您了 法国小马 您可得注意呀 喝酒时候加小心 闻着那酒不对劲 直接到驳梗子里头 留神他们趁您不注意 在您醉的情况下 跟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您吵见没有 这翻译多有警惕性 话说法国人的浪漫 从这次马克龙不切实际的访问北京 彻底展露无遗 之前马克龙已经不止一次信誓旦旦 信心满满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丁 做过说服教育工作了 想制止俄罗斯那熊孩子入侵乌克兰去 什么结果您也知道 被普京安排在巴掌远的长桌那边 借助听器才完成的对话 把马克龙听力练的还行 耳听八方的出来 就这么一结果 对侵略战争的影响为零 不过您也别说 得服啊 小马在四到六个自信这方面 真不亚于天朝帝都那习一尊 马克龙对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以及指挥人类命运的力量能力 有着迷一样的执着精神 就差共同体仨字 就挺好一尊的竞争对手了 看新闻的茶友知道 马克龙这次跟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搭伴访华了 乌克兰战争作为主要话题之一 两个人都想敦促习近平 不要向俄罗斯运输物资和武器 不过说回来 因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这女汉子又臭又硬 来之前了解狠话了 对中共已经完全放弃了开放的希望和定位 这根本不是开放正体 而且也没准备开启什么特别的合作 就是想敲敲黑板 别跟俄罗斯那玩猫腻 老习能不知道底细吗 这调门早接着了 直接降级了给 党媒消息 这俩人介绍的时候通稿有非常巨大的对比效果 对冯德莱恩属于冷处理 单说马克龙 北京给马克龙举行了盛大的婚姻式 老习陪着小马 非常滑稽的兜圈子走了一大圈检阅仪杖队 小马一直拧着脖子 表示对仪仗队那么挺直腰板的辛苦肺 一圈下来脖子有点落枕 喜剧高光情节时刻突然出现在一半钟头之后的马席会以后 美国政治新闻网爆料 马克龙抢劲了 怎么回事 马克龙不是象征性的敦促习主席不要给普京武器 之后两人握手言欢 一通签署协议 卖给中共150架A320飞机 10架A350吗 还有其他各种很有面子的约定 之后 这小马有点飘 没见过这么多钱 小马得意忘形了 出位了 老习人本来是走形式 答应跟马克龙比讳一下联合记者发布会 老习按部就班念稿鼓掌完事 这叫认认真真走过场 马克龙不懂吗 这哥们实在当真事了 甩个塞棒子 大谈特谈 唾沫星子横飞 硬生生让一尊跟朋友罚站 讲的差不多 习大的念稿两倍时间 政治新闻网那小编都笑疯了 说马克龙在讲台上陶醉不已 一通卖动风度 直接招呼习大的 还站着干什么呀 赶紧谴责俄罗斯侵入乌克兰 态度得明确点 这位不拿自个当外人 把摄影记者紧张够呛 看出来了 一尊不耐烦了 怕发作呀 简直是强压弄火 跑我地盘上装教师爷来了 啊 撒币给你撒多了 知不知道谁是人类命共同体体长兼总指挥呀 这法国野门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人不老实 回头这样 把坐式马桶给他换了 接着蹲着 马克龙后来意识到确实有点大声玩线了 倒不是马桶的事 主要是普京隔空拢过了一大耳帖子 连他带习近平一人一响二踢脚牌的 发广消息 克里姆林宫排除了中共调节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 对 凡人六号说了 中国虽然在调节方面有巨大潜力 包没拉签 考第一 but乌克兰的形势非常复杂 没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 眼下的情况是 除了继续打仗 没有别的选择 小马哥傻眼了 老习一边红着大脸眨眼 一边说 那友谊无上限呢 是糊弄美国鬼子的 其实早分家了 各国各的 要不这样吧 普丁丁啊 我说不通 回头我再找时间 跟那乌克兰小泽打个电话 我劝劝他 差不多就得了 土地多是多呀 什么独立这乱七八糟的 完整的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言以弊之 马克龙的劝和之旅 提前玩线 告吹了 哎 唯一面子上过得去的 除了整点订单 还是空头支票 另外呢 是欣平答应 等合适的时候 我可以跟泽连斯基通个电话 至于法国总统小马 跟欧盟领袖冯德莱恩说到 对中国人权严重恶化 表达关切的时候 一尊已经非常礼貌的打起了呼噜 浪漫之人 既有可爱之处 也有愚蠢之处 生活在一厢情愿的想象里 不真想睁开眼睛 看清这个坑害世界的中共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只能空流笑柄 但愿并非如此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余香 别忘了到干净世界订阅老北京茶馆 置顶留言有链接 干净世界 再见